字幕提供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 就是在實作上我們有哪些選項可以選 那針對我們剛剛那些問題呢 在選這些選項的時候 我們大概又要考量什麼樣的Tradeoff 他們自己有哪些優點跟缺點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是否要把一個table裡面所有的req 都放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好那像這種問題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將一個table裡面的所有req 都放在同一個檔案裡面的話呢 那我們就叫這個檔案呢homogeneous 也就是說它裡面放的都是同一個table裡面的req 所以它是一個同值的檔案 那另外一種就是file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將不同的table的資料 放在同一個file裡面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叫這種file叫hetergenius 也就是說它裡面放的是不同值的req 那通常呢第一種這種homogeneous的file呢 在做single table query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去回答它 那做的速度上也會比較快 那下面就來解釋一下為什麼 那基本上呢我們這邊給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今天想要從這個student 跟這個department的這兩個table裡面呢 去select一個student的名稱 它的名字 那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呢我們會去檢查說 我們只選出這個department呢 跟這個它的學生的majorid 是一樣的 一樣的這個條件 那也就是說我們會 我們可能會給一個 會再給另外一個條件 例如說 我們想要看哪一個department的這個 學生 對 然後 然後這個時候也只會去判斷說 department的id跟這個學生 選修的這個id是一樣的 所以才會選出來 所以在homogeneous file上來說 我們的資料可能是這樣安排的 就是我們會有兩個file 一個是放這個department的table的資料 那另外一個file呢是放這個students這個table的資料 那你就可以發現說 在這個file裡面呢 每一個呢 放的剛好就是一個 一個record這樣子 所以 像這邊就是一個department的record 然後這第二條record 這第三條record 那 像下面這種 下面這個student的這個file的話 裡面則是放著一個一個student的record這樣子 那譬如說我今天可能想要看的是 就是想要看的是math這個系所裡面的學生 那他就會去比對說 這個例如說系所看到的id可能是10 那他就會去找說 學生裡面誰的majorid是10的 然後就把它選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時候如果在去access這個 去answer這個query的時候呢 我就必須要access三個block 就是我們要看這兩個file 然後去分別access裡面三個block的資料 那就要做三次的io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呢 不要使用剛剛那種擺法 我們使用就是heatergenius的擺法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預先呢 根據我們這個did 去cluster我們的學生跟department的資料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 就是把所有department的id相同的這些學生呢 跟他的對應的department資料放在一起的話 就像這樣 像這樣子我們把例如說 did等於10的資料呢 都放在同一個連續空間上 那這個時候我們在answer這種query的時候 我們就只需要做一次block access就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這邊就是要做三次 因為我要讀這三個block出來 但是在後面的話我們就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那這樣我們的io的次數就從三次變成一次 那讀取的話速度也會快很多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使用heatergenius的好處 那一般來說我可能會覺得就是 紅魔genius管理會比較方便 像我們可以一個蘿蔔就一個坑這樣 一個file就是代表一個table 但是事實上呢就是在像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使用heatergenius的管理方式的話 就會有它的好處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就是呢 heatergenius的file呢它大概有哪些優缺點 那優點就是說像我們剛剛可以看到那樣子 如果我們預先可以知道說 我們要answer什麼樣的query 那我們在擺放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盡量讓 常常會容易被一起被access的這些資料 放在同一個file的block的空間上 那當然它有很多明顯的缺點啦 像是說如果今天我只是想要去查一個table裡面的資料 而不是跨很多table查的話 那明顯這樣做就很沒有效率 因為我就要 像是這個file的話 我可能只要看departmenttable裡面的recker 那我就要跳著查 就是我要先看block0裡面的第一條recker 然後再跳到下一個block1 然後去找出它的第二個department在哪裡 然後看到students就要跳過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找 那這樣的話可能就很沒有效率 因為我要看很多recker 可能才能找到一些少數我需要找的recker 那如果我今天做了join的這些query 不是我預期的那種query的話呢 那也會同時顯得也很沒效率 因為 我是預期說 我今天想要看的資料是did 跟majorid相等的資料 那這樣做才會快 那如果今天看的是不一樣 就是我不是要做這個query 而是要做別種query的話呢 那這樣做可能就沒什麼好處 那再來呢 這種擺法呢通常也只對就是 你的資料呢它有 具有某種hierarchy的關係呢 才會有好處 就例如說像 我們最上層可能是一個department table 然後department table有foring key 連結到我們這個students上面的資料 那他們如果是呈現一種就是hierarchy的關係的話 那我們才有辦法做這樣的classy 那如果不是的話他們之間如果有互相 不同的foring key串接在一起的話 像社群網路那種狀況 那朋友跟朋友之間的link是 通常都是雙向的 那這樣的話可能就沒有 沒有辦法做這種classy的工作這樣 那這邊就是在做這種 做這種就是 是不是要把 同一個table裡面的reaker 放在同一個file裡面 需要考量到的部分 那通常也就是會有這兩種選擇 那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 我今天是否要將一個reaker呢 就是 整個存在同一個block裡面 那你可能會想說 這什麼問題啊 通常一個reaker的這個大小 應該不會大到就是超過一個block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例子 好 那 這種狀況就很有可能會發生了 就是 今天你的block裡面會放很多個reaker 例如說我就放了 像下面這個圖好了 就是有1 2 3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有個4要進來了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欸 剩下的空間呢 就是剩下這個 剩下的free space 不夠放下我們的第四個reaker 那 請問我現在是要把 第四個reaker切成兩半 分開放呢 還是應該要 就是把這個free space直接空下來 然後把第四個reaker直接放到下一個block裡面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上面這種擺法呢 我們就要 就叫它span的reaker span就是 跨區間嘛 就是它跨了兩個block 那unspan 下面這個狀況就是unspan的reaker 就是說它並沒有做這種跨區間的動作 那當然就是 這兩種擺法也會各有各的好處 那例如說 spanreaker的話呢 它的最大好處就是 它不會浪費任何的空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像 我們這邊 下面這種擺法就會有多月的空間沒有用到 那上面這個擺法的話呢 基本上就不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然後呢 我們的reaker size呢 也不會受到我們這個block size的限制 所以呢 你就不會有說 我今天reaker太大了 大到就是一個block放不下 那 那我就沒辦法 在我的資料庫裡面存這種reaker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 這也是這個spanreaker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讀一個reaker的話 那 你會有機會 在讀一個reaker的時候 需要讀兩個block 你才有辦法讀到你要的資料 那我們都知道 因為我們在做DiskIO的時候 實際上讀取的這個單位是以 broker為單位進行的 也就是說 每次IO呢 就是在讀一個block的資料 所以呢 呃 當然我們希望讀的block越少越好 那如果你今天讀一個reaker 要跨兩個block的話 那這可能不是你想要遇到的事情 你可能會極力想要避免這樣子 那這就是在做這種spanreaker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遇到一些考量 那再來呢 我今天在表示我們這個reaker裡面給fill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就是 要用固定大小的bytes去表示它呢 好 首先呢 在考量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說 在secret裡面呢 其實 呃有很多 不同的type存在嘛 例如說有這個整數 然後有這個varchar 就是存著我們的字串 然後還有text 就是存很大量很長的這種 這種文字 用的這種 這種資料型別 那 基本上來說呢 其實大部分的這種types呢 它都是 固定大小的 像是integer它通常就是10個bytes 那像 那個什麼 呃 big integer的話 通常都會是8個bytes 也就是long這樣子 那 對於這種就是 Numerical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數字 數字的資料 或者呢 它會 它是這個 這個 時間的資料呢 它通常也都會是 一個固定大小的資料 那 這種的話我們就不需要考量這個問題啦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固定大小的資料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存的時候 存一個整數當然就是存4bytes這樣子 那我們真正會需要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會是 會 會是需要再存這種像varchar這種資料的時候 varchar呢 它所代表 它的全名就是 variable variable charge 還是 variable charge rate 那就是 代表說 你的這個 文字的長度呢 是會隨著 會隨著你實際上儲存資料不同而改變的 所以 因為你今天自算可能有長有短嘛 那 你今天可能一下它一下短一下長 那儲存的長度就會不一樣 那在這邊我們就會有 不同的考量要去思考 所以我們這邊給個例子好了 就是來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 這個問題它到底 到底 到底 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況存在 假設說今天在我們的這個資料裡面 有一個dname這樣的fill 那 在這個dname的fill裡面呢 呃 它有一個 它是一個varchar20的情別 varchar20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字串 然後它最多可以存到20個字元這樣子 好 那如果我們這邊使用了VariableLens的representation VariableLens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 我們就根據這個字串呢 實際上它到底有多長 然後來決定它到底要 在這個 呃 在我們的檔案裡面佔多少空間 所以像是 下面這個例子 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呃這個名字 有7個字元 那我們可能實際上在存的時候 我們就用7個byte去存它 但是呢 在未來 未來它的這個裡面的字改變的時候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今天update了這個reaker 我們把這個名字呢 改成了另外一個名字 然後新的名字可能有8個字元 那這時候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欸 啊這樣 而不是8個字元 例如說 改的像下面這個computer science好了 對 就是變成一個比較很長很長的字元 那你就會發現說 欸 那 今天它如果變長了 那後面的reaker就要搬動 所以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 它變長了之後呢 我就不要把 我就不要先把後面的reaker往後移 移到更後面去的時候呢 我才能夠在 原本這些reaker占用的空間上 放下我 放下我 放下我這個更長自傳的資料 那 未來呢 其他的reaker可能也會 也會再變得更長 對 那它變更長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 這個一個block就放不下了 那可能就要移到另外一個block裡面去 那 你這邊就會發生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可能原本發生在一個block裡面的行為 就變成要跨兩個block去做 那這邊就會牽涉到可能兩次IO這樣子 就是我要 我要讀寫左邊這個block之後呢 再讀寫 右邊這個block 對 那這種行為可能也就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可能也會想極力避免 那 如果你使用physical lens的bar的話 f 這邊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通常 通常我們在存的時候會怎麼存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 就是這個variable lens的擺法 那 第二個的話呢 只是 另外一種很常見的方式 就是呢 我們今天如果遇到了這種 長度會改變的資料的話呢 我們不要存這些資料 而改存一種pointer 我們存了這些資料的index 那 例如說像 像是這個檔案這樣子 我們這邊並沒有存著這些子串的內容 而是存著0411的這樣的數字 然後呢我們把實際上它的內容呢 存放在 另外一個檔案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你今天要 找到這些資料的話呢 我就可以從這邊拿到這個offset 然後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offset呢 去另外一個檔案裡面查說 它到底放在這個檔案裡面什麼位置 那我就可以找到 我要的那份資料這樣子 對 那這樣當然有好有壞啦 好處就是說我這樣 我這樣這邊放的資料就是固定size 所以就不會有剛剛那些問題 但是 呃 你在讀的時候你至少就要讀兩個 讀兩個block 就是我要先讀左邊這個block 然後再讀右邊這個block 才能夠拿到你想要的資料 那這樣的話可能也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呢 在空間的管理上來說 可能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第三個呢就是我們 剛剛一開始所提到的這個fisic length的 表示方式 就是呢我們就 我們知道這個字串 它最多只會有20個資源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一開始就 預先 allocate 20個資源的空間 然後一開始這些空間可能不會全部用到 我們可能只會用到部分的空間 像這個max只用了4個資源的空間 那後面的空間就不會用到浪費掉這樣 但是呢 我們可以確保的是 這個recker它今天一旦寫進入了之後呢 它的長度就不會再改變 它 基本上最長就是這麼長 所以 我們未來在update這個recker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需要搬動其他的recker這樣子 那這就是它所帶來的好處 所以呢我們這邊總結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這三種 三種做法的 好處跟壞處 那前面兩種做法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 基本上都不會浪費空間 你可以看到 這邊基本上 它 它 都盡量將資料擺在一起 那擺在一起之後 資料都是互相黏在一起 中間不會有任何free space存在 而fix glance的話就會 有些沒有用到的空間存在 那 vail balance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它可能會需要搬動 搬動後面的recker 如果你今天這個recker要被update的話 那可能就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那可能就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index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可能 在讀一個資料的時候 要access兩個block 對 那 這種 這種表示法呢 通常會用在一些比較大型的資料 像是 tags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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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之類的資料 就是呢 它的資料量非常的大 那 這種非常大的資料量呢 可能就是變成說 剛好 一個block剛好都只能放下一兩個這樣子 那這樣的資料我們就通常會 額外的擺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block裡面放置 然後會用index到 就是reference到這些資料 對 那我們通常 index的標示法會用在這種 比較大型的資料上面 那它的確定就是會要做兩次 可能會需要做兩次IO這樣 那physic length的話 它雖然很浪費空間 不過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它在石桌上來說非常的方便 因為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random access的話 我們都知道這個reaker的size是固定的嘛 所以 我今天如果要找第四個reaker 那我就只要 我就只要 計算說 第四個reaker的位置應該就是在 4-1 然後乘上reaker的size 那我就可以快速跳到那個offset 然後找到這個reaker的開頭位置 然後我就可以很快的把這個reaker 讀取出來 所以呢 fysic length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要做random access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很快的計算出 它的offset到底在哪裡 那 石桌上來說也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好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呃 我們今天一個reaker裡面的所有的fill 是不是應該要放在連續的位置上呢 那這邊的話就是變成 呃我們在 資料庫裡面 領域裡面常會遇到的兩種tradeoff 一種就是 一種資料庫系統呢 它會常常 傾向於呢 就是將 呃 同一個reaker裡面的 資料呢都放在一起 那 另外一種系統呢 就是 它會傾向於呢 將同一個fill的資料放在一起 所以呢 上面這種擺法呢 我們就叫做 raw oriented store 那 它在擺的時候都是以一個raw 一個raw為單位去放資料的 就像這樣子 那 另外一種擺法呢 我們通常會叫column store 就是 它是以column呢 為單位 去擺放這些資料 所以同一個column的資料 就會被放在一起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時候 兩者也會有 兩者各種不同的好處 這也要就要看各位 實際上在跑的walk road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這邊整理了一下 一些 兩種 系統所帶來的各自的好處 像是 首先raw store的部分的話 呃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在做這個 Diabetes的query的時候 你發現它常常都是在 access一個raw的話 就它每次看都是看一條一條raw的話 那 你這樣擺的話 可能會 會比較好 因為它如果是一條一條看 那我每次抓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的抓出一條資料 對不對 那 我就不需要像下面這種 這種狀況去跨多個 呃 跨多個block 或者是 跨很多個區塊去抓這些資料出來 那另外呢 那 呃 這種raw store呢 它 對於update跟insert呢 也會非常的方便 特別是insert的部分 因為你每次在insert新的reaker的時候呢 基本上都是 都是一次插一條弱進來嘛 那 對於 cullenstone這種資料來說 你每次插弱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我這樣每次就要插很多地方 對不對 每個field都要分別找它的位置 然後插資料進去 然後 呃 如果 狀況不好的話 我可能還要再把這些資料稍微動一下 我才找出空間給它用 對 那 所以對於這種狀況來說 raw store就會比較好 那 通常這兩種狀況 會比較容易遇在 遇到這個 會在oltv的work road上面遇到 那所謂的oltv呢 就是在做這個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遇到上面這種狀況 也就是說 你今天是在做 服務那些像web application 它在服務 使用者 服務使用者下一些transaction的時候 那它就會比較容易遇到上面這些狀況 好 那如果像column store 它有什麼好處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在 你在做query的時候 它都是一次抓一整個column出來 出來看的話 那這種column store就會有好處 例如說 像我今天想要算 算什麼呢 我想要算說 我今天有很多個學生 他們可能都有畢業的年份 我想要看 最早畢業的年份是幾年 那 這個時候你在 你在這種上面raw store抓資料的時候 你就要把所有Rick都看過一遍 然後去把他們的年份抓出來 可是如果你在用column store看的話 你就只需要看這一區的資料 然後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出 找出你到底要找的最小的年份是多少 這樣子 那所以也就是說 你今天發現你的query都是在 對一個column做大量的搜尋的話呢 那column store就會非常的快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這種狀況 基本上就是在歐有了AP的 workflow 那這個A值的就是Analytics 也就是說你今天可能 可能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公司的商務分析的分析員 然後他可能就是在研究說 我們今天公司 紀錄了客戶的買賣資料 然後我想要去研究一下 這個客戶的買賣資料之中呢 這個客戶常常買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可能要把所有客戶買的東西都抓出來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column store就會比較好 所以你會發現這種針對 所以分析用的這種database呢 還蠻多會使用column store 作為他們的這種存放資料的方式 那一般來說就是對外 對外這種像是startup啊 或者是開網站的 開一些APP的 他們的backend呢 會比較常使用raw store這種方法 因為他們會比較多這種 insert跟update的總控 所以我們這邊稍微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在設計一個physical layout的時候呢 通常會就是考慮什麼樣的點 那基本上呢就像剛剛前面我們有提到的 我們在設計一個physical layout的時候 通常會先考慮一下work road的狀況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 這個database在服務query的時候呢 他通常會有什麼樣的query出現 他到底是常服務這個single table的query呢 還是multible table的query 那他常常服務是這種 analytics的query呢 就是有什麼gooby啊 min啊 max max average這種東西呢 還是比較常服務insert跟updatequery 那這個就會 很大部分的站在我們的考量裡面 那再來就是你需要考慮的是 我們這個資料呢 到底有哪些種類的資料 可以存放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放的資料 都是這種physical lens的 也就是說它的資料都是固定大小的資料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需要去考慮 剛剛我們前面看到那些variable lens的狀況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個schema的存放方式 那你今天你的table的schema呢長什麼樣子 然後它是否有foreign key連到其他的table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今天有foreign key的資料連出去的話 你也許可以將這些相關的資料放在一起 那或者你可以不要放在一起 就是讓single table的規律會比較快 那所以schema呢也會 也會佔我們的考量之一 對 那基本上會從這三個點去下手 考量說我們到底 我們這個資料庫到底是設計成說 要專注於就是服務哪些客群的資料這樣 那這邊給一個就是 各位一個大概的概念是說 一般的系統都會 會用這種方式去做 就是呢 那一個比較直覺的做法就是 我們會 會採用homogeneous的files 就是 同個table的資料放在一起 然後onspanedraker 就是raker不要拆成兩半 放在不同的block 然後用fixed length的raker 就是 它的field都是給它固定的大小 然後 raw-oriented的stall 也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這種 比較適合instagramupdate的stall這樣子 那直覺來說我們會採用這種做法 那主要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種做法的 這些做法的 的實作上來說會比較簡單一點 他們會比較容易實作出來 所以呢我們通常就會採用這些實作方式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大部分的系統來說 用這四種方法 就還蠻符合他們的需求 所以 所以這也會就是 所以這個方法也就是蠻常用在蠻多的系統裡面 那 那 在這樣的系統之下呢 我們通常會 通常會呢 把一個 file裡面的 資料切成很多個block 然後每個block裡面就是 會有很多的raker 那因為我們的raker不會span 就是不會有跨block的情況發生 所以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一個block裡面的raker 當作是一個array這樣子的 的資料 就是說 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array of record 的形式呢 放在這個block裡面 那我們會把這個block 就是稱作 record page這樣子 那它大致長的就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這邊有個範例 那 假設這是一個block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這個 一個file裡面的block 然後它是一個存在disk上的單位 那 這裡的每個slot 就剛好可以插進一個raker的資料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raker已經 預先 預先預定它是一個physical length的raker 所以它的 長度都是固定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像是 我們在access array 這樣的方式去做random access 對 那通常呢 在這樣的資料裡面呢 我們會 在raker前面放一個integer 那這個integer 或是一個更小的資料 像是一個bully之類的資料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一個flag 那這個flag是做什麼用的 那這個flag是做什麼用的 它所 代表的意義就是 我後面放的這個raker呢 是不是真的有 資料在裡面 還是它是一個 呃 空白的空間 例如說像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slot0 它這邊是1 那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這個raker 這個slot目前有人在使用 已經有raker在裡面 那 slot1的話呢 你看到它的這個flag是0 那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空的 沒有人使用 它就是一個free space這樣子 所以我們通常會在前面 寄這個01的資訊 呃 來代表 代表說這個地方有沒有人使用 那在我們的raker file裡面呢 除了存著 我們剛剛看到raker page之外呢 呃 我們也會存一些額外的資訊 像是 像是我們的raker的長度是固定的嘛 所以我們就會 在裡面預存著說 我們知道 一個raker大概有多長 會先預先計算好 那我們也會 預先計算好說 我們今天一個固定長度的raker裡面呢 呃 每一個資料呢 分別是在 這個raker之中的哪一個位置 它的offset呢 相較raker的頭代是多少 所以我們大概會建一個像這樣的table出來 這邊有一個範例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有這樣的table 那 那 它每一行記的就是說 每個feel呢 它分別是什麼型別 然後 它有多大 就例如說它有4個byte 然後 它分別放在這個 一個raker裡面的 什麼位置 例如說 我們現在有4個feel 然後它分別有4 60 4跟8個bytes 那 它放在這個raker裡面的位置呢 就分別會是 0 4 64跟68 也就是說 譬如說 每放一個之後 後面就是 譬如說 id後面就是放namb 那 namb就會自然來就會從 id的尾巴開始 開始放 這樣子 然後 majorid就會是 從namb的尾巴開始放 所以就是從64開始 那實際上 這個表呢 就是用來再查說 如果今天 想要assess一個raker的話 例如說我現在想要 取一個raker裡面的 一些資料出來 像是我要看 namb 我想要看namb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去 直接從這個表去查說 它的offset是多少 然後當我取得了這個raker的 開頭位置之後 我就可以從開頭位置 根據這個offset去跳 去做跳動 那就可以跳到我要 馬上跳到我要找的資料前面 然後一下子就可以把這個 資料抓出來 所以我們的raker file裡面呢 我們通常會去 maintain一個像這樣的table 那這個table就是用來 存著 我們實際上 我們實際上呢 這些資料的offset 大概在什麼位置 然後方便我們在random access的時候 能夠很快的找這些資料 這樣 那 同樣的呢 我們可以在raker裡面做跳躍 我們也可以在raker跟raker之間 做跳躍 那因為我們有記著這個raker的大小 就是有多長 例如說像76個bytes 那我們每次在找raker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跳的方式 就是每次跳就跳 例如說76加4 就前面還有一個integer flag 不要忘記 所以每次跳就跳80個bytes 然後就可以找到 我要找那個raker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有個公式 就是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找一個 我想要找一個那個 bytes的資料的話呢 我現在找一個raker的資料的話呢 我現在找一個raker的資料的話呢 那它可能是 第N個 放在第N個slot的位置 那我就找到把N 乘上我們的 乘上我們一個raker所佔的空間 就是raker長度加上flag 總共80 那我們就可以跳到 這個slot的頭 然後呢 我們再加4 跳過flag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存取到這個raker裡面的資料 對 所以我們在raker的中間呢 以及raker的裡面呢 跟raker之間呢 都可以做random access的動作 這也是我們要來存 存這些資料的目的 好 那當我們今天要插入一個新的raker進去呢 通常會是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就是給一個範例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通常就是 我們在找一個 我們要插一個raker進去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raker file呢 它會 到 這個一個block裡面 去看說有沒有空的空間存在 那 這邊空的空間 找的方法有很多種 你可以一個一個找 那可能也會有 預先建好的pointer 可以馬上找到它 那這我們等一下會想到 那我們快速找到我們的 空的空間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空間的flag 是不是真的被射為0 那如果它被射為0的話 代表它真的是一個 就是空白的空間 雖然說裡面可能已經有存這些資料 但是只要它被射為0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沒有在使用的空間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flag射為1 就是代表說我們現在 喔這個 史拉已經被我們佔用了 然後 我們可能這個時候就會把這個 史拉的 編號傳回去 就是跟上層的人說 喔我們現在 找到了一個位置 然後它的編號是1 這樣子 這個位置可以用來放資料 然後這個位置已經屬於我們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做 save value 把我想要放的資料 放到對應的位置這樣子 那如果我看到這個地方的 flag是1的話 就代表這個地方有人使用 所以我就必須要再去 找其他的位置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我在刪除的時候 就會非常簡單的 因為刪除的話呢 我就只需要單純的 把1射為0就好了 例如說像史拉0 它一開始是1 代表它又在使用 那我就把它設為0 那基本上它就變成一個 被刪除掉的空間 那當我要修改一個值的時候呢 那也很簡單 就是我們知道它是哪個史拉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剛剛講到的random access的方式 透過我們預先計算好的這些 offset 跟這個req的長度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 跳到那個位置 而不用一個個個搜尋 然後找到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想要寫的字寫進去這樣子 那通常呢 我們每一個req都會有它自己的編號 對 那像我們這邊已經 知道說這個每個req的長度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 通常就會直接用這個req的 slar number 就是它的這個slar的編號 當作它們的id 來使用 所以當上層呢 上層呢可能就會拿到一個 在音色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拿到一個slar 1 的這個id 它就知道說 喔 在1這個位置就是 它所代表的就是 我現在正在存取的這個req這樣 那它就會被當成一個它的id來使用 好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來 implement variable length 的 fields 的話呢 那我們大家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可能會想說 我們不是已經就是 決定要使用這個fix length 的 layout 了嗎 那為什麼還需要考慮這個 variable length 的狀況呢 因為事實上 其實 這個fix length 呢 它在space上的浪費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很多commercial Diabetes 其實他們會選擇 implement這種 variable length 的 fields 然後來解決這個空間浪費的問題 所以 實際上這個做法在用的人還不少 還蠻多人用的 因此各位有 有必要要了解一下這個 做法它通常會怎麼做這樣 那各位可以自己想想看 就是它通常會怎麼做 好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就是 這邊的幾個 幾個點 首先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implement這種 variable length 的 fields 的話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所代表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你今天一個 record 裡面的 fill 呢 它可能就不是 它 它的長度就不是固定的嘛 那它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它的 offset 呢 也就不會是固定的了 所以一個 table 裡面的 record 可能就會有長有短這樣子 那這邊可能就會造成很多問題啊 例如說 像我們剛剛想要做的那種 random access 就不能進行 因為我們 我們不知道每個 record 到底有多長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快速的跳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那再來就是 我們每次在改一個這個 record 的 fill 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導致它的長度的改變 那長度改變的時候就可能需要搬動這些 record 那這些都會是一些問題 那當然 當然這個現代 設計現代這些 database 也不是 也不是笨蛋嘛 所以他們大概也 也會知道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要怎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首先這邊先跟各位介紹一些比較簡單的做法 首先呢 如果你今天 一開始這個資料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將一個 star 裡面的字串呢 改成一個超長的字串 像這樣 對 改成像這樣 這個也有一個很長的名字 什麼 Michael Michael Stonebreaker 對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人 各位可以去查查看 然後 然後這樣名字變長之後呢 這個 star 它所佔的空間就變很長了嘛 所以 我們可能就必須要去移動我們這個 star 2 那 Star 2 可能就沒辦法被放進我們原本這個 block 裡面 所以 通常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特殊的 block 叫做 overflow block 它是用來 放這種溢出的資料用的 就是你可能不想要讓這個資料移到 下一個其他已經有存放資料的空間 而是要把它放到一個額外的地方 那就會有這種 overflow block 的存在 那代表的是說 它這些資料呢 就是這些 star 0 star 1 star 2 它在 logical 上來說 還是被放在同一個 block 裡面 但是 實際上的時候 它是被延伸到另外一個 overflow block 的空間 當然我們這邊在 delete 的時候呢 你可以 像剛才一樣呢 我們就是直接把 1 改 0 這樣就可以 delete 掉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 rake 的長度 會改變 它有時候就變長有時候短這樣子 那很有可能我們這個 rake 的空間 是不能重複使用的 所以通常一個比較常見的做法 是會把這個空間直接砍掉 砍掉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直接把後面的資料往前搬 然後搬到這個空間不見為止 然後所有的這個 free space 呢 就會集中到這個檔案的尾巴 應該說這個 block 的尾巴 這段區間 那這樣我們也會比較好管理 那這邊所帶來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邊在用 id 的時候 rake id 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直接使用 start number 來當作它的 id 因為我們原本這邊是 012 但是我們現在將 2 搬到了 1 的位置 但是它的 id 應該還會是 2 而不會因此而變成 1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能直接使用 start id 來當作 rake id 的這個資料 所以這個時候通常就是 可能會在其他地方會去存的這些 rake id 的資訊 或者是我們會直接把 rake id 放在這個 rake id 的資料裡面 就是跟它其他資料放在一起 這邊就要看到時候這些系統是怎麼設計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就是 我們光是要 implement 這個 variable length 的 fields 就造成很多麻煩 還會讓我們的這個 讓我們這邊在設計 設計上有很大的差異 那這邊跟各位講一下就是說 實際上呢 很多系統他們在 implement這種 variable length 的 field 的時候 通常會用這種做法 就是他們會用一個像這樣的 block 像下面這個圖裡面的 block 然後呢 實際上的 rake 呢 是從尾巴開始往前放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 資料都會集中在這個 block 的尾端 然後呢我們前面會有一個 header head 裡面就會存著一些資訊 首先呢 它會有一些 pointer 指到我們後面一條條的 rake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我們這個 pointer 的編號呢 可能就會變成我們這個 rake 的 id 例如說 第一個 pointer可能就是指向 rake 1 第二個 pointer就是指向 rake 2 這樣子 那它們就會指向這個 後面這些 rake 的 offset 然後讓你們在 做這個 存取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用類似 random access 的做法 就是我就快速找到 比如說透過 012 012快速找到我要的 pointer 然後就從 pointer 快速查過去 那這樣的速度也是 近似 bgo 1 的也是非常的快 然後呢 我們可能也會 可能也會存一個 一些資訊像是呢 我們會記住我們的 free space 在哪裡 所以像這邊就有個 pointer 指到我們這個 free space 的尾巴 那我們知道說如果我們今天要插入一個新的 rake 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位置開始插 那這樣就可以快速讓我們找到一個 free space 的空間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呢 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雖然看起來 要 使作 variable range 好像很麻煩的樣子 但是 我們可以透過 設計出一個像這樣的 layout 去解決很多我們剛剛前面 原本以為會遇到的問題 那當我們今天想要 我們今天想要 改一個像 這種 page layout 上的資料的話呢 那通常 可能就是要 把這個原本的資料砍掉 然後 在這個 free space 裡面 再找一段新的連續空間 把資料放進去這樣子 那這就是這種在 modify 上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 你會 這種東西帶來最大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很有效的管理這些 這些 這些 free space 管理這些沒有再使用的空間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它的free space都會集中在中間嘛 所以它就不會有任何浪費的情況發生 那像 像是我們剛剛前面的這種 layout 如果我們每次都把這個 自傳的長度定為100好了 最大定為100 但是實際上存取的時候都只有存 1到10個資源 那就等於說這個後面的90個 90個資源的空間幾乎都浪費掉了 對不對 可是 這個對使用者來說 他們當初在 輸入這個設定的時候 他們可能沒有想那麼多 那 理論上資料庫在這邊應該是可以幫他做些管理的 那所以很多 很多現在商用的就是conventional的資料庫呢 他們都會採用這種 比較好的管理方式 然後盡量最小化我們沒有再使用這些free space 好 那剛剛我們前面就是看到了一種就是管理free space的方法 那我們在最後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來稍微介紹幾種呢 管理這些free space的空間的做法 那我們這邊的目標呢 是要讓我們在查找這些free space的時候 能夠很快速的找到一個空間 能夠放我們需要的reaker 對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像 通常這邊我們探討兩種狀況 第一種是 如果你今天的reaker都是固定長度的話 那我們可以藉由就是呢 去看說 我們可以藉由就是一個一個reaker去看 然後用Render Access的方式一個個跳 跳reaker的頭 然後去看一下它的frag到底是不是0 那如果是0的話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放新的空間進去 那 Variable Lens的話就採用我們剛剛看到的那種做法 就是用pointer去指向free space的尾端 然後讓它可以從尾端插字掉進去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介紹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另外一種快速access free space的做法 就是 像我們剛剛前面這邊 呃 我們剛剛前面這邊呢 這個physical lens的implementation上面 我們有很多像這樣的沒有在使用的空間嘛 對吧 那這個空間其實我們剛剛說在搜尋的時候 是一個一個看這樣子 但事實上我們有一個比較快的辦法 就是我們可以 maintain一個特殊的pointer 然後放在我們的header裡面 那這個pointer的工作就是它會指到下一個 freespace 然後呢 我們找到這個freespace之後呢 它裡面還會有另外一個pointer 然後可以帶我們走到 再下一個 下一個freespace 然後 裡面再會有第三個point 然後就會帶我們一直走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一種 類似linked list的關係 就是 從前面link到下一個freespace 然後再link到下一個freespace 然後最後呢 link到尾端的時候再回到頭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今天發現我回到頭了 就是 如果我直接出去之後就馬上回到頭的話 那就代表說已經沒有其他freespace的空間存在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考慮 去allocate新的空間出來 對 那 這種做法呢 這種linked list的做法呢 我們都叫做 Chaining 就是說我們把這些freespace Chain在一起 然後讓我們在找的時候可以比較快的 查找到這些空間這樣子 好 好 那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呢 就是 所謂的meta pages 那這種做法就是說 我們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特殊的page 它會用來管理說 說 我們現在 在後面的這些block裡面呢 分別存在有多少 就是這個freespace存在 那它可能存的資訊是bytes 就是 可能是bytes 也有可能是這個數量 就是slot的數量 像是freespace的話 就是固定長度的record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存有一個slot是空的 三個slot是空的 然後190個是空的這樣子 然後到這個block裡面呢 它就會有 像我們剛剛那樣的pointer 然後去 可以找到 這些freespace的位置這樣 那這種做法就被用在 像這個microsoft的sequel server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使用這種做法 我們前面這個特殊用來存放 存放 存放各個block裡面 存放空間的這個page 就叫做metaPage 那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叫做metaFiles 就是呢 我們又 我們 我們不把這些freespace的資訊呢 存在 存在我們的recordfile裡面 而是另外再開一個新的file 那這個file裡面 它裡面就會存著一堆point 那這個point就會指到了 指到我們這個 這個recfile裡面的freespace裡面 那這種做法各位應該之前有稍微看過 它其實就是 類似在檔案系統裡面的時候呢 做這個freespace的一種管理方式 那通常這種 這種 這種用來記錄freespace空間的檔案呢 我們就叫做 index file 對 那在我們這個database裡面的話 我們就叫做metaFile 它裡面是用來存著一些關於這個 recfile的一些metaData 那這邊存的就是freespace的資料這樣子 那Postware SQL他基本上就是 運用這種方式去管理 他們的freespace 做